I lead this delegation of private citizens to voice our support for the continued and growing strength of the vital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美国总统拜登指派前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穆伦率团访台 2日上午方团前往总统府进见总统蔡英文 穆伦表示这次访台的时机点这是世界历史上困难和关键时刻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对侵略行为冷眼姑息 就是为自己制造更多的威胁 这是全球民主国家团结的时刻 台湾也不能够缺席 总统蔡英文表示在全球密切关切乌克兰情势的此刻 拜登总统指派代表团来台展现台美关系坚弱盘石 图现台湾在国际区域安全上的角色 国际民主社群必须更加紧密团结 乌克兰危机告诉我们 民主国家间的相互合作和积极作为 自为关键 面对台海和区域安全威胁 我们期待跟美国区域各方 能有更多紧密的合作 上个月拜登政府公布最新印太战略 指出台湾是印太地区重要伙伴 蔡英文表示拥有更多国际支持 与参与的台湾将会更具任性 对世界的自由会有更多贡献 新唐人亚特电视连交由张英天 终合报道